闭嘴 我说话你再说 你敢想告诉我吧 我现在就教教你怎么当儿媳妇 你的妈是妈 人家的妈也是妈 你自己在家里跟自己的妈也这么说话吗 比如说说到房子上的问题 你说你的意思 满脸的不屑就是 哎呀你怎么那么愚蠢 明知道咱俩不会回去住你 那是母亲的一番心意啊 视频中被图磊怒怼的女孩 名叫叶子 那么她究竟做了何事 惹得图磊如此愤怒 以至于现场教她做人的呢 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叶子和其婆婆上场的争吵说起 要知道婆媳矛盾 是亘古不衰的话题 但是叶子还没男友结婚 就敢对准婆婆这样不礼貌 甚至直言怒怼对方的女孩 可着实不多 然而这还没完 接下来叶子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说到的挣钱方法更让人吃惊 比如说她妈现在在一个工厂里 一个月一天吧 就能30块钱到50块钱 那我觉得你这个收入完全不够 你家的经济开销嘛 你就应该到大城市找一些别的工作 比如说现在在大城市当月少 是非常挣钱的 一个月50006000都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放着这样的工作不去做 好家伙 叶子此话一出 瞬间让众人为其捏了一把冷汗 毕竟哪个儿媳妇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让婆婆去当保姆 为自己买房呢 她这处处为婆婆着想的言辞 真的是奇葩至极 更何况叶子既然知道这种工作挣钱 她为什么不去做 反而要求男友母亲做呢 虽说在当今社会 月少确实是都要有带孩子经验的 但是带孩子伺候孕妇 也是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的 只要肯努力学习 当月嫂也不难 叶子为什么不能学呢 况且买房这件事 为何必须要靠父母呢 她和男友一起 正难道不行吗 我俩一直都在努力去 那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呢 那她作为赵明的母亲 不应该为她去努力 我们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房子了 你准备的房子 不可能回去住 不是刚好 那是你不想去住啊 我们已经有房子 叶子的话 着实说的没有道理 虽然在中国 大多数父母都会为孩子买房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父母的枷锁 甚至成为必须为孩子做的事 更何况买房这件事 要根据对方的家庭情况而买 若是有条件的人家 自然会买 没条件的则等以后挣钱了买 叶子这样强人所难的要求赵母 着实不懂事 可是是出必有因 叶子为何那么排斥和婆婆住一起呢 不是 现在已经不是你努力努力就能成功的这个年代了 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不 现在不是拼爹的年代吗 拼什么 爹 好嘛 你这话一说 今天现场有90%的爹得死啊 我其实 叶子真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呢 短短一段时间 这说出的话是句句雷人 不过他为以后的生活考虑 虽然没错 但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于别人身上 让别人产生困扰 然而当主持人想要训斥他几句的时候 他接下来的一阵控诉 才让人明白 他为何要那么执着的想要逃离婆婆 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上午吧 我突然收到一条彩信 然后我一看这个照片 当时我就挺崩溃的 那个女孩也是我男朋友的前女朋友 或许对于每个女孩来说 男友有前任 都是其心中难言言说的一根字 若前任与男友相安无事 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也就罢了 可是若其前任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 并且使用一些下作手段 在女孩面前刷存在感 破坏两人之间感情的话 那就不能忍受了 而叶子更是不例外 所以当他看到男友和前任 有着亲密的照片之时 他便忍不住了 但对于此事 赵明则是这样解释的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 朋友几个出去打他牌 然后当时也喝了一些酒 困了 然后我就躺在那里去 这张相片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他什么时候拍的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 这一点你都不相信我 事实就在这里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虽然赵明解释说 自己没有背叛女友 也不知情前任为何在自己身边 还拍了那些照片 但他不知情 就有人知情 毕竟一个大活人 根本不可能凭空出现 所以接下来 叶子就爆料出了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叶子的一番话 瞬间惊讶到了众人 毕竟让大家从未想到的是 这件事竟还有叶子未来婆婆的参与 可婆婆为何这么做呢 赵明又为何和前女友分手呢 难不成这里面有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隐情吗 这个女孩呢 是我前任的女朋友 我妈妈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她 我家住在农村 她可能也是嫌弃到我的家庭 然后她就离我而去 找了一个比我更好一些的 既然是她有了一个新的选择 她去找了别人 她为什么还要给你现在的女朋友发这个短信呢 是吧 因为我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我觉得谁不珍惜她 那是谁傻 后来她这个前女朋友跟别的人走以后 才发现我男朋友 原来我男朋友才是最好的 所以才回来情追我的男朋友 听了两人的一番陈述后 众人直觉的赵明的母亲拎不清 毕竟儿子的前任曾嫌弃过她家穷 抛弃过自己的儿子 她怎能放下这样的怨气 重新接受儿子的前任 并在儿子又现任女友的情况下 为其牵线搭桥呢 她这种做法根本不符合常理啊 难道赵明的前任使了什么妖魔手段 才让赵明的母亲如此喜爱的 为她做出这种事吗 而叶子又哪点笔的上叶子呢 对此赵母给出了回答 不知赵母是故意和叶子赌气还是什么 她一直在场上夸赞着小娜 而贬低着叶子 可是小娜若要真的是温柔善良 就不会做出偷偷与赵明拍照 故意发给叶子的行为 她的这些阴险心思 难道赵母都看不出来吗 难不成只因为叶子透露出 不愿和老人一起生活 所以才引得赵母这么反对她的吗 你说你要在大连买房子 我们老家有房子 然后呢 我们没有能力再为你 再从别的地方再买房子了 在赵母看来 自己家有房 叶子还要在大城市买房 她非常怀疑 这是叶子要把自己和儿子分开的手段 所以对于叶子和小娜来说 她更倾向于小娜的懂事体贴 于是她才想把叶子赶走 可叶子却好似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这不是给我买房子 是给我们俩嘛 而且也不是说我让她给我们俩买房子 她是谁 是赵明还是 阿姨 那你对啊 你说好是阿姨嘛 你家没钱我也知道 但是我也不是说 要你家全买房子 对不对 我已经退让到 我们可以一起买这个房子 一起付这个手术 我们家可以出三分之一 然后他们家再出三分之一 我觉得我作为现在的女孩 能让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 叶子认为 自己已经很为男友一家考虑了 毕竟在她看来 这世上还是很少女生会为男方主动分担首付 所以她也是做出过让步的 可谁料男友一家竟有言不见 非要把钱花在老家里 这让她很是费解 然而听了叶子的这些话 一旁默不作声的赵明便忍不住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谁都可能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出身吧 毕竟说我妈她在一个工厂里边也劳动了一辈子 对啊 所以为什么不让她换换工作 对于赵明来说 她在自己母亲和女友面前 很难去评判两人谁对谁错 因为她很明白女友想买房子 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孩子 为了两人以后更好的生活 但是她也心疼父母的不义 所以她完全没有办法 去要求母亲必须给自己买房 她希望女友能够理解 可显然叶子并不想了解 还是执意地认为自己是对的 于是台下的各位老师 便忍不住对几人的矛盾 进行了一些评判 首先问到赵明的母亲 你宁愿选择一个表面顺从 其实内心狡诈的前女友 而且有前科的前女友 也不愿意选择这个其实很简单 看似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现任女友 其实你真的有那么喜欢她的前女友吗 又有那么讨厌现在的这个现女友吗 这个我感觉没有什么喜欢和讨厌 我就认为最适合赵明才是最重要的 涂老师的问题问的是非常的犀利 但是赵母却选择了含糊其词 并不与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那这就说明 她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喜欢小难 只不过她想要赶走这个一直与自己唱反调 想要把自己和儿子分开的叶子 所以才想出来的办法 于是看到她的这个态度 涂雷老师便继续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觉得你现在的一些思考方式已经偏离了方向 你现在是在保卫自己的权利 而忽视了孩子的幸福 她的前女友曾经嫌弃过你的家庭 嫌弃过你的儿子 背叛了你的儿子 正如涂雷老师所说 赵母明明知道前女友不是个擅长 还要搓好儿子与其在一起 说明她的心里其实并不在乎儿子的幸福 只想要捍卫的是自己的地位 她这种行为无疑是自私的 所以被揭穿真面目的赵母 也不由地低下了头 然而对于叶子 涂雷老师则更有话要讲 你说你很温柔 你确实很温柔 你说话也从来没有大后小笑 但那只那种温柔是形式上 你骨子里面暴露出来的是 下命令的口吻 你每次说话都是下命令的口吻 人类的生存法则是 不要太把自己当人 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人 你总是把自己的想法 强盖于他之上 他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那一类人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贫困山中的贫困者 你凭什么下降的判断 所以我说你愚蠢 你一句聪明话都不会说 很多事情你可以表达你的原意 但可以换一种说法方式 你的妈是妈 人家的妈也是妈 你自己在家里跟自己的妈 也这么说话吗 比如说说到房子上的问题 你说你的意思 满脸的不屑就是 哎你怎么那么愚蠢 明知道咱俩不会回去住 你弄在干嘛呀 那是母亲的一番心意呀 闭嘴 我说话你再说 那你咋转上我吧 我现在就教教你怎么当儿媳妇 我现在是在教你 喂你好你懂吗 要不然我不用这么生气 对于叶子 图雷老师有非常多的肺腑之言 想要与之讲 毕竟他想要叶子 能够迷途之反 改变自己之前固有的错误观点 但叶子去好似被浇灌的小公主一样 根本不愿多听 这不禁让人头疼 于是在最后 赵明只好真情告白于她 希望她能明白自己的苦衷 那么叶子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你离我太远了 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 你过来吧 今天我就站在这了 那我过去 她俩一定要在一起 走了 我们两个经历了这么多 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快乐过了 伤心过了 我不能说像所有人一样 能给你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会努力 我相信咱俩在一起 什么都会有 我希望如果我们两个 今天在一起 我今天说的这些话 阿姨不要介意 双方家庭也不要介意 因为我们今天必定 是要解决问题 希望把这些都抛出脑后 我们两个好好开始 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在一起 我希望你以后努力挣钱 不然你以后 还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加油 或许之前导师的话 对叶子也有几分触动 也或许是叶子 在听了赵明的话后 有了一些危机感 所以最后叶子学会了改变 向赵母表示了歉意 于是看到这个结局的赵明 便很是激动的 拥抱了叶子 就这样 两位年轻人都愿意 为他们的以后 做出努力和改变 共同奋斗创造幸福的生活 而赵母看到这样的场景 也终于放下了偏见 愿意重新接受叶子 其实 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 我们都讲究的是 家和外世兴 颇贤其笑 然而这里面少不了的一个润滑剂 就是丈夫 丈夫不能做缩头乌龟 要敢于主动磨合两个女人 让两个女人和谐 才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的关键 所以 希望赵明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再那么懦弱地 让两个女人战斗了 要主动缓解两人的关系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